两个三十多岁的老男孩参加节目选秀 你们觉得你们能红吗 肖大宝是婚庆主持 王小帅是一名理发师 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行业 却因他们共同偶像的离世走到一起 王小帅失神将顾客的头发剪坏 被顾客砸了店铺 得知恶号的肖大宝追尾了前面的豪车 他急忙下车向对方道歉 是这车多少钱吗 司机说着就要揍他 这是豪车里的老板听到外面吵闹 他下车来到司机身边 知道要负全责的肖大宝满脸愁笼 心想这下得赔不少钱吧 结果对方一番上下打量后 肖大宝被叫得莫名其妙 等对方拿掉帽子这才认出 原来他们是初中同学 曾经的肖大宝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当别的同学在教室嬉戏打闹 玩游戏机的时候 肖大宝却在宿舍苦练吉他 他想以此引起肖花的注意 可肖花对他却是爱搭不理 肖大宝会在楼梯口唱情歌 可肖花却高冷地戴上耳机 然后冷漠地从他身边离开 同样喜欢肖花的还有王小帅 他用一段太空舞迅速 引起同学们的围观 等众人散去肖花叫住了他 肖花送给他一盘精心包装的磁带 原来肖花是帮闺蜜送的 王小帅喜悦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这一幕被肖大宝看在眼里 不明真相的他认为是王小帅夺走了肖花 心有不甘的他决定最后放手一搏 于是在一个倾盆大雨的舞后 肖大宝弹着吉他等待肖花 结果肖花却对此人无动于衷 彻底绝望的肖大宝 把心爱的吉他扔进河里 并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在王小帅身上 让他在全校同学面前丢进了脸 被欺负的王小帅躲在宿舍嚎啕大哭 他看着偶像的海报暗暗发誓 一定要用舞蹈给自己重新挣回面子 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 认真剖析每一个舞蹈动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 王小帅终于学会了迈克的所有舞步 而肖大宝则开始在学校横行霸道 当肖花从他身边经过时 他会故意欺负身边的包子 用这种方式来引起肖花的注意 这天肖大宝被校外一帮混混欺负 小弟们的眼神告诉肖大宝不能屈服 可面对实力强大的霹雳舞大哥 最后肖大宝还是哭着唱起了征服 一旁的小弟纷纷感受到了屈辱 这时王小帅闪亮登场 他用一段酷炫的太空舞步 让霹雳舞大哥深深折服 王小帅以舞会友 成功救下了被欺负的肖大宝 自此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肖大宝也从河里打捞起吉他 和王小帅一起排练舞蹈 他们决定在毕业晚会上大放异彩 此后在学校的天台上 总是能看到他们努力训练的身影 很快到了毕业这天 然而当两人摆好姿势准备表演时 却有人偷偷剪断了电线 教室瞬间陷入了一片黑暗 他们的梦想还没实现就被迫终止 多年后肖大宝成了一名婚庆主持 看新娘 大眼镜高明亮 身形苗头 四心女 唇红齿白 体透香 看新郎 英俊潇洒 相貌堂堂 接下来是吃苹果环节 眼看大爷体力不支 可肖大宝却丝毫没有察觉 最后大爷扭住脖子晕了过去 亲戚们直接把肖大宝暴打一顿 回去的路上广播里传出麦克去世的消息 这让肖大宝分神撞上了前面的号车 没成想对方竟是自己曾经的小弟 包子递上自己的名片 是偏人 你唱歌特好啊 包子说自己正在筹备一档唱歌节目 包子毫无忌惮地摆弄起肖大宝 肖大宝明白这是包子在他身上找优越感 可谁叫他撞了人家的车 面对包子的嘲讽他只能默默忍耐 曾经跟着自己的小弟进成了大公司的老板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笑花如今也成了包子的妻子 老公 那人你认识啊 不认识 那走吧 回到家后 肖大宝从床底拿出吉他 他决定重拾年少时做歌手的梦想 于是他找到王小帅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王小帅听后却一场冷静 他早已被生活摸平了棱角 初中毕业后他瞒着父母去参加了一校面试 可换来的却是所有老师的否定和拒绝 自此他便决定脚踏实地的生活 不仅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还娶了当年送他磁带的胖同学 晚上王小帅在床上辗转难眠 曾经的舞蹈梦在他心里翻来覆去 其实妻子知道他心中对舞蹈的热爱 于是第二天就主动关了理发店 让丈夫专心和肖大宝在店里排练 他义无反顾地支持着王小帅 面对身边比他们年轻的选手 筷子组合毫不畏惧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评委们的一支好评 笑话也看到了他们的表演 笑话提议大家一起吃个饭 可这却让包子想起曾经被肖大宝欺负的画面 原来他也一直暗恋着笑话 肖大宝对他的欺负让他耿耿欲怀 毕业晚会上就是他剪断了电线 破坏了肖大宝和王小帅的表演 眼看筷子组合成了夺冠热门 包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以制片人的身份向评委们施压 现在有一些形象差 年龄大的选手过于突出 怕评委们听不懂 包子直接拿出筷子组合的照片 这让之前看好筷子组合的评委 也开始对他们的年龄和职业冷嘲热讽 面对评委们一连串的质疑 筷子组合并没有回答 而是静静唱起他们心中的音乐梦想 观众在他们的歌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就连包子听完也被感动得泪流不止 曾经的我们都是追梦少年 繁忙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迷失了梦想 其实梦想一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只要你愿意去实现 它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 一去不回来不接道别 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在最美丽的时刻准谢